OK,嗨,我是直浩 這個其實不是我開始的 這是一個開源界的前輩 他在Github就開了一個列表 就是上面列的就是 我們外國人要怎麼樣支持香港人 那大家都知道有聯絡牆嗎? 那公館的聯絡牆應該是剛剛拆除 然後這個旁邊有一個東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不要破別人的哏 那所以就是台灣人要除了去聯絡牆貼留言 或是上網說香港人加油之外 還有什麼實際上的做法呢? 所以就是有一個開源界的前輩 在Github上面開了一個list這樣 那Github其實不會用Github的人很多 所以我就想說那就把它貼到HackMD 大家可以比較好協作 所以大家可以 就用今天的那個提案列表上HackMD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份文件 大家就可以自由的 加你自己覺得有什麼實際上可以做的事情 那有很多東西啊 就是第一件事情當然就是捐款啦 那這邊就列出了一些 這個大家覺得可以捐的一些組織媒體 那還有一些研究的研究組織這樣子 那還可以出資購買就是香港人需要的一些裝備 可是現在因為這個他們那邊政府好像蠻嚴格的 所以這個可能要再考慮一下 那如果你在台灣有一些組織的話 你可以發起就是聯合聲明 那如果你想要在台灣做類似公共空間的行動去表達你對香港人的支持的話 這個是在港大的一個例子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是港大的孫中山的銅像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 譬如你可以自發做一些內容創作啊 你不管是畫漫畫做影音 做影片或是做動畫 那只要能夠幫忙香港人宣傳他們的理念 我覺得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再來就是事實查核的部分 如果你收到關於香港運動的訊息 那你想要轉傳的話 請記得先做事實查核 那不要發布未經證實的消息 那如果你看到別人發了一些看起來很可疑的消息 你可以提醒他 你們可以有一個討論 另外的話就是 你可以轉發台灣媒體做的一些上港專題的報導 如果你是中華民國公民的話呢 你可以聯繫你選區的立委 然後表達你對香港的關注 那現在在立法院也有相關的討論 那我們政府也是說我們的法律很足夠可以幫助香港人 那有些人不同意有些人同意 那可以加入這樣的討論 那如果你不是中華民國公民 你是別國的公民的話 下面有很多列表 那你可以加入 如果你是別的國家公民 你可以怎麼關心香港這樣子 好那就是很歡迎大家來協作這個共鳴 那不需要任何的專業 你只要關心香港就可以來 那你也可以來問我問題 因為我之前有做臥槽的那個香港人的專題 所以你可以來問我的問題 有關香港的問題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志浩 考試